前来台北,参加第四届亚洲杯鱼子篮球锦标赛的印尼队,一共有11位女球员,以及总理队苏米多等职员6个人。 他们在三军军官俱乐部,受到了国军体育总会总干事蒋豪达海军少将的亲切款待。 蒋总干事首先代表国军体育总会会长、参谋总长赖明昌上将,向他们表示热情的欢迎。 接着他特别提到今年夏天,我国国军篮球队在印尼访问期间所受到的礼遇和热诚的接待,并且表示感谢。 蒋总干事接着以国军体育总会会会一座,和台湾土产以及国产的衣料申赠给每一位。